今天要跟你分享五个币资的加密货币知识 如果你不懂这些知识 你真的不是币圈的人 大家好 我是浩泽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人 八七妹 aka币圈男生 吃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 加密货币还有视频节节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加上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呢 今天就是跟你们分享五个币值的加密货币知识 ok 如果你不懂这些知识的话 你在币圈很难混下去 我真的很老实的跟你们讲 尤其是币圈新手 我只懂比特币 就好像我之前新手的时候 我就只懂比特币 我就懂其他的币 我就懂怎么交易 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这样子不对了 接下来我讲的这五个知识点 你们一定要记清楚 然后当然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是老手 或者是大户 我都非常建议你们用MESC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第一如果你通过我下方链接注册的话 可以享有非常多的信任福利之外 还可以翻用打九折 ok 翻用打九折 然后他当然他们最最大的亮点 我个人觉得是他们的MS token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MDA 有很多活动都需要用到MS token 所以为什么这次他们的MS token 可以站到那么稳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MESC的话 除了打九折之外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我的Telegram群组跟MESC的注册链接都放在下面视频的说明栏 然后我身边很多大户的朋友 就是好几百万都是用MESC的 然后当然我会时不时 因为MESC有一个功能就是发红包 我会时不时在我的Telegram群里面发红包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去五个币值的加密货币的知识来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比特币 比特币的很多详情我们都可以在维基百科看到 OK现在Bitcoin在这两个国家是法定货币 而且它是流通货币 全世界除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等少数地区被禁止流通 然后它的始发时间是2009年1月3号 OK然后 比特币的那个创办人我们讲创办人叫中本聪 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在2008年10月31号发表论文 2009年1月3号创世区块诞生 在某些国家 央行等等啊比特币视为虚拟商品而不是货币 OK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每年的1月3号 很多人都会跟Bitcoin讲生之快乐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知道Bitcoin的 呃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中本聪发行的在2009年 然后1月3号是Bitcoin的生之 就是那么简单 然后接下来当然还有很多的 我就不一一细说明啊 你们最基本的就是要知道 呃比特币是谁出的 然后他的始发时间是几九 哦不知不觉已经十多年了 OK 然后第二个知识点 你们一定要知道CoinMarketCap是什么 哈哈 CoinMarketCap是一个啊怎么说呢 整合全部币啊的资讯的一个 这个平台吧 我我能这样子讲 而且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有上CoinMarketCap的加密货币 你们才可以考虑 那些没有上CoinMarketCap的那些 那些币不币啊 最好是不要动啊 有上的也不是说保证安全 是说至少他有上啊 这样子 然后交易说有啊 目前有多少个市值 整个币圈的市值 去到多少了 现在 然后交易量去到多少啊等等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然后你也会你也可以看到每个币 每个币的排名 当然除了每个币的排名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交易所的排名 交易所的排名就在这里 然后你会看到MESC在第十九名 OK所以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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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你们使用MESC 因为真的很不错 我身边很多大户都在用MESC 然后当然这样子看币 这样子看币 等一下这样子看币好像是是有点麻烦 是吗这样子要一直拉很麻烦吗 所以你们就需要第三个知识点 哎 就是你们可以去这个网站 看块360 然后你们可以直接一目了然的看完全不必 看完整个市场 哪一个在绿 哪一个在红 你看几乎全部绿到晚今天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OK这是第三个知识点块360 记得哦 然后第四个 就是Plan B这个人物 然后他有一点七个迷人的follow 非常的恐怖 为什么他那么恐怖呢 就是他的预言非常非常的准 而且那个数字啊 不差 连续两次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差 千多 然后第四次的时候完全是差了完啊 但是至少他预言的那个价格是准 确的价格非常的恐怖 这个人 而且他在之前的时候除了最近的 那那次说一百啊 Bitcoin上一百千的那件事情之前 其实他都预言很多次都满准 一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人 然后大家也当 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讲Plan B 讨论这个人的时候啊 你就你就在那边啊 谁来的啊 你现在知道了他是谁啊 他就是 算是目前币圈 最公认的预言家之一 我觉得他是排名第一的 因为他followers是最多的 而且他不是乱乱讲说哦 多少钱多少钱 他是真的是去啊研究去查去看图等等啊 来 来讲这个币价到底可以大概去到哪里 ok 所以大家 哦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Plan B 然后最后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MESC 为什么我讲MESC呢 第一MESC出名是什么 各位 他出名啊 华语他们叫抹茶 如果你有听过的话 应该不陌生 他出名在哪里 他上币的速度非常的快 其实很多币 在上其他交易平台之前呢 MESC都先上了 ok 然后有些币可能你看到很喜欢的 你时常用的交易平台没有上的话 很大机会你会在MESC看到 这就是MESC的卖点 我个人是这样子 因为新币的那个 浮动比较大 涨幅也比较大 所以呢MESC 可以说是一个挖金的地方 是看你会不会挖 当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性兴盛 我个人觉得 你现在就好马上注册MESC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通过我的链接注册的话 做交易可以打纠折 如果你用外面的其他的链接注册的话 是没有这个福利的 ok 记得啊 所以记得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所以讲到最后 来五个知识点再重复多一次 第一就是你要知道Bitcoin 的生日 然后Bitcoin是谁创办的 然后第二 CoinMarketCap就是可以看币的排名 交易所的排名市值多少 交易量多少 一目了然 在这个网站 然后当然这样子看 币有点麻烦嘛 所以我们就去第三个知识点 就是Coin360 我这个网站你可以看完哦 今天的行情我全部绿大碗 ok 然后第四 你可以看预言 ok 预言 讲到尾了 也是只能做一个参考而已啊 你不要把它 不要太新了 然后第五 第五个知识点MESC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这个视频就是要给你们知道MESC真的很好用 ok 好了以上就是这五个币值的加密货币知识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